近日,71岁阿诺·施瓦辛格先生洛杉矶,开着他价值人民币214万元的比例大陆GT跑车,他身穿一件绿绿色T恤,搭配深色牛带裤和黑色的靴子。 身材依然健硕的,施瓦辛格戴着墨镜,像往常一样,嘴上叼着一只未点燃的学家,把他的超级跑车开到目的地,停车后,铲棚汽车的车顶自动弹了下来,他喜欢收集超跑,甚至拥有自己的坦克。 这位前加州州长似乎是带着一个礼物,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,而一个同伴则带着一个蛋糕。 晚上,施瓦辛格和女友西瑟米利根,Heather Milligan与辛迪克劳夫,Cindy Crawford和兰德哥伯,Rand Berber在斯坦普斯中心,Stapos Center。 他们在场边观看洛杉矶湖人队,对波克兰开拓者队的比赛,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主队以126比117的比分击败了客队。 艾莫·施瓦辛格很兴奋,能在现场见证勒布朗詹姆斯超越张伯伦,成为NBA历史上第五名得分手,他总共拿下了31420分。 施瓦辛格在Instagram上写道,祝贺展皇历史得分榜的第五,当之无愧的冠军,他还分享了赛后与詹姆斯和辛迪克劳夫的合影照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